接下来我们就得界定一下什么叫做熬夜了 我们说有的朋友说像我们这个片子里边说 三四点凌晨才睡觉 然后一直睡到中午他醒来了 还有一个朋友是两个 这个一两点钟他才睡觉 然后紧接着三四点钟他醒来 哪个算熬夜 我觉得后边应该算熬夜吧 这我看来如果 都算熬夜 没错 从睡眠的角度来讲 不光是要保证睡眠时间 还要保证睡眠节律和规律 因为人体内在的生物中 是有一个节律的 也就是说虽然不能像古代那样 日出而坐日落而息 但是也要尽可能的早一点睡眠 实际上您刚才提到那种情况 其实都算早夜 在我看来 因为他改变的是睡眠规律 改变的是睡眠时间 无论你睡了多长时间 你都是因为在后半眼你才睡 所以已经算熬过去了 但如果说他一直都是这个生活节奏 他每天都三四点钟睡觉 每天都十二点钟起床 就是一直很多年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律呢 没错 因为导夜班的人 说实话 他的疾病发生率是比较高的 因为欧洲的国家 把这导夜班产生的乳腺癌 做直觉病的一种 所以这个熬夜 如果说他长期是这样 因为他人体的生物中 是跟外界相适应 跟环境相适应 包括跟光线 跟太阳的这种节奏是相适应的 所以即便你是长期习惯这样 对于整体而言 它其实还是一个 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 不优先推荐一个状态 对于整体而言 也是不健康的一个状态